喔! おはようございます! みなさん またサトリ神聖日本語教室です! え?どうなってる? 今日は日本語初級2的第20課 二十です 學到二十課囉 那... 影片開始前呢 不要按讚、不要訂閱、不要開小鈴鐺 はい! じゃあいきましょう ですよね はい 今天來學第二十課 二十課其實沒有什麼比較 我們之前學的K型了嘛 然後又學了 原型 然後又學了否定型 然後又學了他型 又學了四種 那第二十課 呃... 比較沒有比較重要的文法 這課主要是學習口語的說法 ok 那在學口語說法之前呢 我們先跟各位 讓各位了解 日文它 就是 比如說同一個句子或同一個字 它通常有時候會有 三種說法 比如說它尊敬的程度分為 高中低齁 最高級是禁語 對 然後中間是標準語 然後再來 就是... 是口語這樣子 禁語 標準語 口語這樣子 那禁語呢 通常是用在職場上 或是服務業 常會用到 通常就是 下對上的人 會說話的時候 會這樣用 那... 至於標準語跟口語呢 通常就是日常繪畫會使用 那口語又比 就是標準語更常用到 對... ok...那... 其實... 我們課本主要教的都是 就是標準語 比較多 這樣子 然後... 口語有時候也會教到 像現在這一課就是會教口語 那禁語呢 慢慢... 會教到 這樣子 對...那... 其實... 呃... 就是... 食物上呢 口語用最多 那我再標準語 然後再來是... 禁語 那至於課本這邊 它寫叮嚀型 和普通型 我覺得這個是一個... 稱呼的... 方式啦 那各位想怎麼稱話 稱呼它 都可以 這樣子 我是習慣稱為 就是... 叮嚀型 就是標準語 然後普通型就是口語 這樣子 ok...那... 這邊呢... 就是... 直接看這個例句 就... 比較好理解 好 來...我們來看一下 アイスクリーム 食べる 對...它這裡還寫了一個O這樣子 アイスクリーム 它O直接省略掉 它是省略意思 嗯... 食べる 如果...它這個是口語的說法 如果是... 禁語 就是標準語的話 就是... アイスクリームを食べますか 對... 那這邊...如果我們可以這樣寫 アイ... アイス... アイス... O... 食べますか 對... 它可以這樣寫 對...如果寫得完整的話 然後它的中文意思就是... 冰淇淋 冰... 淇... 淋... 零... 吃嗎 吃... 吃... 吃嗎 あれ... 吃嗎... OK 嗯... 食べる 那它這邊其實... 如果是標準語的話 就是講... 嗯... 食べます... 用... ます... 是... 然後... 吃... OK 好... 第二個 這個 そこにハサミ... ある? 對 嗯... ない... OK 它這邊把這個... 嘎也把它去掉 口語通常都會把這個... 著詞把它省略掉 所以如果我們... 要把它寫成標準的話就是... そこに... は... さ... み... が... は... さ... さ...み...が... あります... が... 對 就可以這樣寫喔 そこにありますが 對 那そこ就是... 那... 理 剪刀 剪刀 好 既然... 剪... 得... 到? 有嗎? 有剪刀嗎? 嗯... 不 沒有 ありません ない 就ありません 對 OK 好 第三個 昨日キムラさんにあった? 對 對... 其實你... 省略也可以啊 キムラさんあった? それもいいよ 對 然後... 昨天... 反映就是... 昨天... 牧... 村 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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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嗎? 嗯... 不 会なかった 沒見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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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就可以寫成... 沒有 那... 有沒有 這次我之前學過了嘛 過去的否定式 第四個 明日皆... 這個... 其實這個... で也可以不寫喔 今日度... 欸 真的不寫了 行かない 明日皆今日度行かない 對 然後這邊就是一個上揚音 對 嗯... いいね 其實這邊... 這個... で也可以不要寫啦 這個都可以不要寫 然後就可以把它寫成... 那個... みんな... で きょう... ど きょう... ど え 行きませんか 對... 這個是最正確的 就是... 標準的寫法喔 但是... 這邊就... 簡單寫 明日皆今日度行かない 對 這個... 而且這個口語啊 還蠻注重就是... 口... 口氣的 說話的... 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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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語氣 就是... 講一個比較簡單的說法這樣子 對... 比如說你講明日皆今日度行かない 這個聽起來就感覺沒有一個... 口語的感覺 比較像口語就是明日皆今日度行かない 對... 就是... 聽起來比較輕鬆的說法 啊... 就是明天 明... 天... 大家... 大家... 經... 經... 都... 去... 對... 然後... 回答是... 好 不錯... 好啊 嗯... 這裡回答... 回答是好了 是... 好啊 OK 再來 第五個... 第五個 その... カレーライス 然後這個話也可以叫 喔... 美味しい? 美味しい 就是上咬音 嗯... 辛いけど美味しい 這個... 而且它這邊後面也沒有加齁 美味しいですか? 也不用... 就美味しい 就上咬音就好了 那... 咖哩飯 咖哩... 嗯... 好吃嗎? 好吃... 對... 它這邊叫寫個 わはい美味しいですか? 對... 它就直接省略 是... 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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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 好... 吃... 對... 辛いけど美味しいです 加です 就是標準語 沒有加就是口語 然後再來 第六個 いまひま 對... 這個非常簡單 いまひまですか? 對... う... ひま... なに? 對... 對... 這個寫得非常簡單 いま... わ... ひま... です... か? 對... 這個是它的標準寫法 好... 它直接省略了那些... 不重要的字 不重要的字 いまひま 現... 現在... 有... 控... 嗎? 是... 有... 控... 有... かま... ちょっと... 稍微... 幫我一下 4... 稍... 稍... 稍微... 幫我... 一下... OK 第七個 第七個 這個... 字... 這個... 這個... 都可以省略掉喔 這... 一也可以省略掉喔 嗯... 物ってない 然後... OK... 我們看一下它的標準語怎麼寫齁 字...書... を...持っていますか? いますか? 標準是字書を持っていますか? 他簡單的講Code就是 字書持ってる? 對 他這個OR跟這個一個ER都省略掉 然後 這邊就是字典 字典 有... 有代... 嗎? 然後他回答是... 不! 持っていない 其實是持っていない 持っていない 他直接把這個E去掉 對 口語就是能省字就省字 人講話就是希望可以方便一點 少講越... 少講但是又... 意思又聽得懂這樣最好 對... 沒代 沒... 代... OK好 口語呢 的字呢 就用交到這邊 其實口語 他... 沒有一個很... 固定的 就是... 固定的... 標準的... 正確答案 對 那主要就是... 主要呢 就是... 會省略一些比較不重要的字 這樣子 然後還有你的口氣也很很重要 對...像... 像這個... 持っていますか 那他就把這個... 這個E就省略掉 對...然後他的口語...口氣是向上的 所以... 也可以不用加這個ガ字 對... 持ってる 對... 就是要上仰E 持ってるか 對... 那就把ガ省略掉 對... 那這邊也是這樣... 持ってない 也是把E...E省略掉 像這個... 今暇 對... 這個也是... 今暇ですか 就省略了... 一二三四四個字 OK... 好... 那... 口語呢... 就是加到這邊 各位就是... 從... 就是... 動畫... 或是... 或是... 日劇中可以... 也可以學到很多 那今天就加到這邊 喜歡影片的話... 就是... 歡迎按讚... 訂閱... 加分享喔 加... 有問題也可以在下面留言 加... MADANA 掰掰